俺给到郑州已经呆了好几天了 赖到时候好好的现在回不去了 这一回景态管理比较突然 越岸那样正在路上走走的时候 然后有个路人给俺说 能还不赶紧回家呢 再回家都回不去了 然后他给俺说10点半都开始景态管理了 俺看不要都10点了 然后下去卖了点水 卖了点泡面 卖了点生活用品 想说景态管理可能就三天的时间 我想说这一回时间这么长 俺的东西都吃的差不多了 给到书记上看看能不能买 能不能送到了这个地方 再买点旁边面包之类的 再买点水锅吧 我用这两天上厕头都有点困难 还可以 他这儿还可以往这儿送 又悬到石头旁边 凉碗小面包 还悬到一丁 袋装的旁边面 可以送就行 嗯 这个先借算了 一会儿再悬点水锅 好 用两粒 担三粒 11块5 要不别吃水锅了吧 多喝点水以后了 看能不能送了 也不能光带着水喝呀 吃着水吃着面 你再送了回家那妈再不愿意 瘦了刚好嘛 月圆这泡面给水锅都垫掉了 我耍入了个火锅 两到三粒餐 看你溜嘴碎 我也想吃 那咱颠一份吧 好 那几个吃吃了 然后我聊咱都烧颠外卖 几个一块儿纳上来 好 然后继续吃泡面吧 嗯 呀 真是 你想吃啥 有耀朱卷 然后有火锅腕子 哎呀 这一说更像六嘴水了 还有五股牙胀 这差不多够咱仨吃了 嗯 外卖到了 下去纳一下 这一大豆子都是干粮 所有进过来的外卖都 粉撒掉了那个酒精 走 上楼 一会儿开始吃咱的火锅 好嘞 这那么大黑垃圾袋 给扁了一堆垃圾 嗯 这所有的东西都倒了 水锅干粮 还有火锅也倒了 下去那个那个小火锅的锅 开始吃火锅的 他这四层四个酒店 然后二楼就是办公区 现在好多人都没办法来上班了 这一个大漏里边也磨多少热 现在去那个办公室 叫那个小火锅拿上来 到处都是苦闹闹的 没有啥热 只有一小部分热 然后我男人个人 没赖了几会家里 都给我露点酒店住的 他们给他这还上门 都已经吸管了 这儿被这锅饭沙都用 走吧 接用一下这个小点锅 这这儿能啥都不容易 他们送外买了 现在都磨饭会家 因为会家料 他们都磨饭出来了 晚上用的都贵到 今年了 锅到一口碎 以为是味道的翘尖碎 这香啊 香啊 这儿跟着堆了个火啊 给它堆下来弄 三月的量看啥量 这一碗 先别疯了 你看俺吞的东西 你叫完卖啊 不叫完卖你就上边来的 你们吃上火锅了 真是 吃了开吃了 媛媛先给你弄两块 好 看这木香的清糖 直接放火锅里直接涮 它软好吃的 没吃 因为这好久不吃 我会吃多的菜 还行啊 突然想念起了大骨头 就是那时候哪一段时间 真的就吃饭了 这一长时间不吃 来来 是不是慘了 嗯 都想吃 好